iPhone 13真机上手实测 这三个新功能厉害了 iPhone 13系列发布了 作为专注手机摄影的平台 我们也特别关心iPhone 13在影像方面的表现 最近大叔上手体验一番后 跟大家来聊一聊 iPhone 13新增的几个影像功能体验到底如何 1.电影效果 如果说iPhone 7 Plus开启了iPhone人像摄影的新纪元 那么这一代的iPhone 13则开启了手机拍电影视频的新纪元 iPhone 13全系支持电影效果模式 该模式是利用转换焦点功能 能在录制人物、宠物等主体的视频时自动变换焦点 应用自然的景深虚化效果 让用户无需成为专业的电影制作人员 也能拍摄出 附有电影感的瞬间 透过电影效果模式拍摄的视频 很容易就能分辨出主角是谁 苹果把电影效果作为主要功能模式 直接加在了相机主界面里 用户只要滑动就可以开启 体验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拍摄时 相机会自动识别主体和切换焦点 当然 拍摄者也可以自己点击屏幕任意切换拍摄主体 切换焦点时有一个比较平缓的过渡 整个节奏给人一种流畅的呼吸感 此外 拍摄完成后 你还可以在照片APP中 编辑焦点和调整焦外虚化的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 在电影效果模式下 iPhone 13 mini不能切换镜头 Pro系列则可以在一倍和三倍之间切换 视频默认 拍摄杜比世界HDR格式 1080p-30fps的视频 希望后续苹果在视频参数上 能给用户更多的调节空间 2 微距摄影 在iPhone 13 Pro系列中 终于加入了一项过去无法在iPhone上实现的新技能 微距摄影 可能有人会问 1 微距摄影 安卓手机不是几年前就有了吗 确实 手机拍微距不算什么新鲜事儿 众所周知 在智能手机竞争白热化的今天 在一些功能体验上 苹果并不是最先提出的 它们通常是经过优化 或者找到最佳的体验方案后才交给用户 那么问题来了 iPhone 13 Pro的微距摄影到底与一众安卓手机的微距有何区别呢 iPhone 13 Pro的微距摄影主要依靠超广角镜头来实现 与许多安卓手机不同的是 用户在拍摄微距照片时 不需要打开所谓的微距模式 而是当手机靠近被摄物体时 相机就会自动切换到超广角镜头 从而可以拍摄最近约两厘米的物体 实际体验来看 iPhone 13 Pro的微距摄影几乎不用学习成本 手机由远到近拍摄物体时镜头切换比较顺滑 可以明显看到画面的切换 不过 微距摄影功能仅限于iPhone 13 Pro系列 至于iPhone 13和13 Mini 均没有这项功能 3.摄影风格 iPhone 13全系相机中心加入了摄影风格滤镜 分别是高饱和度、高对比度、暖色调、冷色调 四种摄影风格 摄影师在拍摄之前可以预先调整色调以及色温 让个人喜欢的风格可以与算法更加深度地融合 从而获得比后期套用滤镜更好的照片效果 摄影风格滤镜有两种开启和设置方式 首先是用户可以再设置 相机 摄影风格中打开滤镜 相机拍照时就会默认使用预设的滤镜 其次 用户还可以在相机拍照界面向上清扫 点击滤镜 图标 即可开启摄影风格滤镜 左右滑动可切换不同的滤镜风格 取景框下方调节色调和色温 与简单套滤镜不同的是 这些偏好设置会针对照片不同部分进行智能调整 以确保人物肤色等重要元素得以保留 比如在拍摄人像时 即使切换不同滤镜 人像的肤色也能基本保持一致 改变的只是照片的整体氛围 除了以上介绍的几个新功能外 iPhone 13 Pro系列还有两项值得一提的升级 首先是长焦镜头 Pro系列配备了一颗三倍等效焦距77mm的光学变焦镜头 使用户能够在录制视频时更贴近拍摄对象 并建立更经典的人像摄影构图 另外一项升级 则是针对专业摄影师用户而新增的ProRes视频格式 它与图像中的Apple Pro RAW相似 能获得更高的动态范围 以及更大的后期处理空间 不过目前该功能还没有正式上线 相信今年晚些时候随着iOS的推送 会向iPhone 13 Pro系列用户更新 总结从实际体验重 电影模式以及一些功能的加入 虽然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可能感觉不到有一种天翻地覆的改变 但是iPhone 13在影像方面的打磨 和创新将实实在在的给用户带来创作上的新体验 得益于A15仿生芯片的加持 人像模式也出现在了拍摄视频上 这或许真的是手机摄影的下一个趋势 我们有理由相信 手机摄影的竞争一定会是计算力的提升 将在手机视频创作上带来新的可能 好了 以上就是iPhone 13系列影像新功能的上手体验 后续我们也将给大家带来更多 关于iPhone 13的实拍和教程分享 记得点个关注哦